嗨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現在去往溪湖的路上 YA K1賽車場 YA 是來囉 我來這裡 嗨 瑞德 赛车也是要很认真练习的 不练习是没办法开得好 真的 不过我要先加油 因为赛车要跑的东西要加油 当然不是这一台 老是一贯的幽默 来吧 环保爱地球为自己加油 GO 赛车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们今天还算晚 我们今天已经9点20 平常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到西湖K1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要去载我们的剪辑师 简称剪师 我刚刚也打电话给我们车队领队 跟他讲说我们10点半才会到 平常大概6点起床 6点半出发 大概9点就到彰化 整理整理就可以下场 9点就开始下场 今天比较晚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要载我小孩上学 我不只是个赛车手 我还是个好爸爸 期待吧 等一下赛车给你们看哦 教你们哦 卡丁车是赛车的基础 你要花时间去练车 你要很长的时间 去跟车相处 你才有办法慢慢达到人车一体的地步 那我们常在比赛的就有四个地方 一个是桃园 一个是桃园 桃园大鲁阁卡丁车场 第二个是立宝 台中的立宝赛车场 也就是我们的车队 我是PTT立宝车队的 然后第三个是西湖K1赛车场 第四个是屏东大鹏湾 我们今天要去的是西湖K1赛车场 西湖K1赛车场有一个人很厉害 就是我还没跟他讲 我等下问他可不可以拍他 他是台湾的卡丁车王子 非常厉害 我上次给他指点一下 我本来觉得 全台湾会赢我大概就十个人而已啦 是不是 在被他指点之前 被他指点完以后 我觉得剩五个了 就是这样 你看有多夸张 你看他有多厉害就好 西湖赛车场是个高速的赛道 高速赛道就是车子会很快 全油门的侧向距离会很大 脖子会很酸 身体会很累 而且 啊对 还要讲一个重点 我们暑假的时候要开赛车营 如果想来学的同学 来报名 我安排两个地点 一个是 桃园大鲁格卡丁车场 第一天在那里 第一天我们练完车以后 晚上我们就要 坐游览车下去彰化 第一天晚上睡彰化 第二天 在彰化西湖K1赛车场 这样你们 一个赛车营 就可以玩到台湾两个赛道 OK 期待吗 那就这样 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为什么 我们跑到这么荒郊野外的地方 我们快到西湖K1赛车场啦 绿油油的一片 来这里赛车是不是很享受啊 来 考一个机制问答 请问一下 哪一个动物最有耐心 没想到吧 好 我公布答案了 粉红爆 为什么 因为 登登登登登 登登 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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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他很会等 这样了解吗 这个姿势真的不是普通人可以知道 到了到了到了 西湖K1赛车场到了 哇 诶 我的伙伴已经下场了诶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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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哥 这是我们 车队的领队 文哥 我们PTT车队 力宝车队的领队 文哥 也是我们的总祭司 我的车子都是由他负责的 诶 这是我的好朋友 Ryan 我的好战友 我的技术会提升 很大一个部分的功劳 都是因为他 因为他都跟我一起练习 我们都一起讨论 一起交流 来介绍一下 台湾的卡丁车王子 真的 我说第二他不敢说第一 哦没有 我讲错 我讲错了 他讲第二 没有人敢讲第一 然后这个是阿兴 这也是我们PTT力宝车队的 另外一位队友 阿兴 阿兴 他现在在整理他的那个 冰箱 冰箱 对 他在为我们大家磨福利 其实这里在场最幸福的 是阿兴他儿子 我都很想当阿兴他儿子 因为 阿兴没有练车 他自己没有练车 他儿子来练车 你看 有多幸福 是吧 我们家是我来练车 我儿子不能练车 懂吗 所以这就是差别 好好 超帅的 很帅的笑点 他现在小学二年级 一年级 这是我们车队的蒋哥 我们车队的蒋哥 你看他 鞋帮很帅 对不对 很个性 他车子也开得非常的好 再加上 他的厨艺惊人 噔噔 好 对 没错 蒋老贴面食 有空大家可以去光临 光顾一下 好吃 绝对好吃 不好吃我请 好 好 看 好 试看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